据缅甸中文网讯息 近日 据缅甸媒体新闻报道称 在缅甸 刚刚告别传统节日泼水节不久 缅甸就迎来了高温天气 火辣辣的温度蹭蹭蹭飙破天际 整个南亚、东南亚地区 就缅甸红得发紫 出行的市民已经被热得无处可逃 只能打住伞营助热浪一步步艰难前行 只是这样的高温天气 确实令出行的人们感到非常难受 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据当天地气象部门监测的资料显示 在缅甸 气温高达40度C以上的城镇分别有 稍布镇 44摄氏度 马归市 43摄氏度 东冰支 43摄氏度 包阵 43摄氏度 东须阵 43摄氏度 包拉克阵 43摄氏度 那么 这明高的气温 除了人可以想办法躲避外 那些动物怎么办呢 虽然之前有人会说 天气热到一定程度 还可以有一波地板上煎鸡蛋的这种操作 但那也只是做假才能实现 而在缅甸 却因为天气炎热 让仰光大金塔鱼池里的鱼 那可是真的一个个被热死了 其他动物也是被热得够呛 能躲就躲 但却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 然而 更可怕的是 缅甸国家气象与水文管理司总司长杰莫乌博士表示 在季风进入前 缅甸的气温还将继续上升 相信很多人看完这样的新闻故事后 发现天气热起来还真要命 而这些池塘里的鱼儿都被热死了 何想而知 在缅甸的天气是真的热得不行 感谢观看